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好了 今個星期有一宗很轟動的新聞 就是原來人類曾幾何時應該全部是滅絕的 那這宗新聞上了CNN 就不止當是科學新聞的 只是一個新聞來的 那我們有什麼根據就是 曾幾何時我們差不多全部都回到街上呢? 那這裡看就是科學的內容 就一定是在它的基因的考證那裡 那整個研究結果呢 簡直就是刊登了在那個科學期刊那裡 那所以都是一個大家視為很重要的發現 因為以前來說呢 沒有人曾經試過 由那個基因資料那裡去嘗試論證這件事 那大家可以想到 即是不要只是說人類 你如果再上數早一點點 說原始人 原始人 你都可以問是多久之前的原始人呢? 究竟是20萬年前的那些這樣的直立人呢? 還是再遠一點 即是人類的遠親 或者人類的再遠祖呢? 會不會都曾經經歷過一個很艱難的時期呢? 那有人就想很容易理解而已 如果你再數遠一點 去到不要只是說那些有沒有人類還是原始人那些 你去到說有暴雨類動物和這個恐龍同時並存的那個時代 相信這些暴雨類動物都幾惡生存的 幾惡生存的 就是它不只是站在食物鏈的最頂層 自己都成為被暴獵的對象的時候 但是就算恐龍滅絕了之後呢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發現呢 就竟然就是說 人類在90萬年前之後持續的好幾十萬年的時間之內呢 似乎都處於一個貧臨絕種艱難生存的邊緣 那這個我也覺得挺震撼的一個言論 是啊 那震撼的原因就是可能今天我們還坐在那裡 其實是一個奇蹟來的 90萬年前在那個生物的歷史裡面很近的時間來的 是啊 我們聽起來就好像很遠了 但是你如果說回整個地球的歷史 由地球開始有生命的跡象開始 由形成到開始 其實都是講幾億年計的時間 之後再經歷了幾十億 整個地球年齡就有四十多五十億歲 那基本上是講幾億 之後再多幾十億時間之後才到我們現在今時今日 所以你比較90萬、100萬這些數字 比起這些億和10億的數字來講 就非常非常短的時間 但是竟然是出現了一個貧臨絕種 我會覺得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的 就是地球很不幸運 它原本差一點就可以避免患上人類 這一種這麼麻煩的生物 但是都是趕不走人類這種 就是制止不了人類這種生物 最後被孕育 現在就搞到惹到整個地球都是人類 多麼麻煩呢 不知道 可能遲些前整個太空都是人類 但是當時那個所謂滅絕呢 那個具體的數字是去到一千二百八十人 但是當然大家看這個問題就是 哇 你是不是在場 你看到這麼迫真 這麼紫實 是一千二百八十人 差了再說那個零頭出來 而且這個時間呢 維持了十一萬七千年 十一萬七千年 人類有文明大概都不超過一萬年 那就是說那個時間 在我們的尺度來說就很長了 漫漫長的 為什麼最後可以回生呢 我們待會才找到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最大的疑問就是 透過什麼方法好像回到現場 我們可以還原回這個問題 這裏呢 我自己就沒有 真是都不太懂得去怎樣去計算這條數 但是呢 在基因的手法裏面呢 就多數都是用一種統計學的方法 來幫我們去了解的了 就是譬如說 現在我們呢 在那個基因資訊上 我們可以知道呢 我們跟哪一種的近親的原始人類 有共同祖先 那我們甚至乎可以很量化地去量度 我們跟尼安德塔人 跟丹尼索亞人 他那個的基因距離上是有多遠 是有多久之前呢 是有共同祖先 那現在我們知道的數字是二十萬年前左右 然後甚至乎用同一個手法 你可以定下就是我們跟黑猩猩 跟人緣 甚至跟猴子 是多久之前的共同祖先 那由這些方法呢 其實都是 由那個粒線體基因的資訊 可以告訴我們 還有另外一些資料 我們都會知道的就是說 那種基因變異的速度 在不同的物種的差異有多少 甚至乎它的基因資料有哪些容易變些 不容易變些 所以我們是掌握到他們那個自然規律 究竟這些基因的變化是多快的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些的資訊 是知道這個 我們的共同祖先應該什麼時候出現 而我們也都希望知道 當時他們的population有多少 很多時候就要數什麼呢? 就是數它那個基因 某一些特徵基因上面的 variety 就是那個多樣性有多少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上 就是任何一個物種都好 我們身體上的基因多樣性 完全是跟我們的population 我們整個人口有多少呢? 是會成正比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瘟疫的時期呢? 我們會說 如果你不約束傳染數量 令到整體那個病毒 在這個地球上的population 是多的話呢? 那最後它變異的機會也多 而且就是說傳得越多 變種的機會越大 那這個不單止是病毒是這樣的 人類 有人說人類都是有一種類似病毒的 但是任何有生命體的東西 它那個基因資訊 都是會有這樣的特徵的 那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有些方法 你去約束到 估計到 在某一個時期 它的基因的多樣性 也都知道它今天 它那個變化的速度 比如說那個數目的基因多樣性 到我們今時今日的基因多樣性 掌握了那個速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數學推斷 來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今天那個人口 和當時的人口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那個ratio差了多少 那我想它這個1280這個數字 和這個117000年這個數字 是真的去嘗試去計一下這個十幾萬年之內的時間 那個population 是那個變化有多少 甚至乎它看到某一段時間 那個基因多樣性可能是暫時停滯了下來都不期 那由這些數字去做一個很簡單的估算 去嘗試去倒轉這樣去估計回去 就是說當時這個基因多樣性 似乎只是容許了在這個1280個這樣的軟組 就是這個人口裡面才可以裝得到 就是如果你問我一個計算開數的人 我就會這樣很粗疏地這樣去估計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提出了解釋了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原來這個時間大概在所謂的更新勢的中段 而當時出現了天氣的巨大變化 我估計應該就是冰河期越來越長 以及越來越嚴重 導致了那個氣候 那個溫度下降 以及非常的光燥 那一樣東西 就是冷都未必死的 但是冷了一點沒東西吃就大問題了 是不是應該解釋是這樣 其實都應該是的 我們都知道有些冰河時期 它是以萬年來做週期 那如果這個十幾萬年 可能對上兩三個這些冰河時期的週期 其實另外有一篇文章 我們有一些的研究 我們都沒有提到 不過在這裡稍微提一下 其實最近也都有個發現 是從美國那個墨西西比州的地質 去估算 原來在冰河時期瘋起來 那個冰帽是去到墨西西比州的 就是美國南部 是的 多誇張是去到美國南部的 就是你想像一下 那個美國南部的那個驚偉度 比香港北一點點 是不是 如果你說美國南部去加勒比海 那裡的位度就跟香港差不多 如果是墨西西比州 就真的比香港的位度高一點點 那個說著那個冰河時期 那個冰帽 就是那個冰的覆蓋 可以去到這些這麼藍的地方 就是你想想那個冰河時期 就是可以是多影響到地球上面那個生命呢 尤其是就是說如果那個遠祖 它比起我們比較近代的那些 已經孕育了智人的那批這樣的生物 就是比較近代的 如果說的是這幾萬年來的那些智人 就是能夠和這個尼安德塔人並存的這些這樣的智人 他們要捱那個冰河時期 其實相對是比較容易 因為他們可能已經有一個 懂得經驗的傳承了 這個都幾乎可以肯定的了 起碼懂得畫一下壁畫先 但是如果說一些更加遠祖的 我都不可以說是不是古人類 就是說一些再人類一些的遠祖 在說90萬年前這些 但是它又遇到冰河時期的時候 它的反應能力可能真的是天生天養自生自滅 所以如果遇到真是一些寒流啊 糧食不足的時候啊 那就是要它那個大規模滅絕的可能性就會更加高 還有這個溫度下降不等於說我們做不到東西 當然應該沒有人會做東西的 但我們賺錢就相當困難了 但是它也都解釋到就是 跟著為什麼在那千多人呢 跟著多一番人呢 就是說這個結束未必等於是那個天理結束 而是說當時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那些人懂得用火 還有那個天氣有少少變化 令到那個人容易生存 這個對應就是因為它講的就是 在81萬年前呢 它又講到很仔細的 八十一萬三千年前呢 突然間多了人啊 那為什麼呢 它說大概在七十八萬年左右呢 之前呢 在以色列那裡 就是現在的以色列那裡 找到就是懂得用火去煮東西吃的證據的線索 那這個時間是剛剛差不多 就是說當時是大概那些人 那些人馬上點火了 那跟著呢就不一定煮東西吃的 可能煮東西吃是晚上的 起碼是用火去保溫啊 還有可以用火去抵抗那些野獸去侵襲 那所以這個就解釋 就是似乎解釋到 整個劇本為什麼會這樣 嗯嗯嗯 那是啊 我覺得這些就 幾樣東西同時條件都要成立的 就是懂得用工具啊 傳承經驗啊 還有可能也都真的在地理上 找到一個移居的地帶 找到一個鬥了 那些這樣的地方 就是就令到他們的人口 就更加有條件可以慢慢去繁衍出來 如果你說那個地方是在 就是今天的中東一帶地方 或者你再數一些在那個 北非啊 中非啊這些這樣的地方 我覺得就更加合理了 因為那裡就是相對的氣候會是熱一點 那而且就是當時的薩克拉沙漠 都還不是沙漠了 那整個那個氣候就會是比較適宜 那些生物去生存 那而後來就是說 再在那裡孕育的話 就會有後來我們知道那種叫離開非洲 就是再等多幾十萬年之後 就有我們餘下下來的故事 就是有現代智人 尼昂德塔人這樣的故事 嗯 那它形容為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人類進化之上的一個瓶頸 過了這個瓶頸之後呢 跟著我們就大規模範疾了 那你估計 我們會不會面臨下一個瓶頸呢 那我想下一個瓶頸呢 都我覺得現在出現著的 為什麼呢 尤其是瘟疫之後你會很發覺的 那種發達的國家 和那些不發達的國家 那個人口增長率是真的 都差幾遠 你只是看我們現在 就是香港這樣說的 你說人口之後是零增長 甚至是變成下跌的 負數的 一點都不奇怪 那日本就已經在下跌了 那甚至乎你看到中國的那個增長率 也都大大減低了很多 現在這一刻 甚至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應該是印度 而不是中國 那就是你會看到人類那個增長 那個瓶頸 它不是好像上次這樣 是因為有個 氣候艱難生存的環境 但是就可能純粹就是 人類自己用那個資源 已經在這裡飽和 你要人類再增加的時候 你的那個資源成本 已經是養不起那麼多人 那些人寧願選擇不生 自然地就已經達到了某一個的限制 跟著就 就是所謂的瓶頸就出現了 是啊 但是這個新聞給我們一個最大的教訓 就是人類之所以出現呢 可能是一個意外來的 不是一個必然性 那如果不是必然的話 那下一局是不是一定是必然我們 延續下去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疑問來的 這個不要只說下一局 大家如果喜歡想外星人問題 其中一個很流行的想法就是 基本上 有得生命孕育的星球 我們就會假設它 最後那個星球的生命 一定能夠孕育到有智慧的生命 那這個假設 是不是可以這麼100%肯定呢 那我都由這個研究上 可以給到一個答案 我會覺得我們那種叫 這裡原來有個叫 高的那些狀況 在這裡 就是這麼巧 我們一些最後能夠發展成為有智慧的生命 是這麼巧巧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面能夠實現到 如果可能在其他千千萬萬個星球 可能一個天文赤道的事件 已經令到那些後來有機會孕育到成為有智慧生命的那些基本生命已經沒有了 那這個故事就不能再講下去了 那我覺得這裡那個意味不僅限於人類本身 其實其他星球可能都是這樣 那這一節就完成了 我們下一節就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加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